哎,就是这么好的夫妻两口子,孝敬皇后崩世以后,这雍正皇帝竟然没参加皇后的葬礼 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做客我的书馆,听我一个人挨这儿啊,跟您穷末的 今天呀,咱们疫情之下是继续开书,咱们接着讲啊,这雍正皇帝媳妇跟儿子们的故事 今天咱们要引出一位重量级人物,这就是清世宗的孝敬皇后乌拉纳拉氏和他的儿子洪辉 要说这母子二人啊,他没有太多的矛盾,母子之间的故事不多,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雍正皇帝的嫡长子洪辉啊,八岁就夭折了 那年的四阿格印真呢,还别说是雍正皇帝了,连雍亲王都不是,还是四倍了呢 不过呢,这故事不会让您失望,为什么呀 因为这娘俩呀,他各自都有各自的故事,每人身上啊,都有那么一点一案 得嘞,咱们那就书归正传,既然开书嘛,咱们这个划分两头 咱们先说呀,这个乌拉纳拉氏,也就是啊,这世宗皇帝的孝敬皇后 这阵子呀,咱们竟聊这个清代皇帝后宫的后妃了 不过呀,咱们前边聊的那些后妃呀,出身呢,相当一部分都不高 哎,不是什么内务府上三旗这个包衣出身 要不去呢,还有更低的,哎,新者库出身 这位乌拉纳拉氏皇后啊,她可不是 她是整皇帝满洲,是这个内大臣费阳谷的闺女 说到这儿啊,我得证明一点 这个费阳谷啊,跟您熟知的那位亲征过准戈尔丹 哎,评过三藩的那位康熙朝的大将军费阳谷,可不是一人 那位费阳谷啊,人家是董厄氏 您记着那位顺治皇帝的白月光孝敬皇后 哎,就是董厄妃呀,哎,这费阳谷啊,是董厄妃的亲弟弟 可是这位费阳谷呢,也就是孝敬皇后的爸爸呀 她是乌拉纳拉费阳谷 要说呀,她的绝也不小,哎,内大臣一等成功 不过呢,这些个绝位呀,那都是她的闺女做了皇后以后 她才得到的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儿费这么多口舌呢 因为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啊 我看有很知名博主的文章啊 提起这位乌拉纳拉氏费阳谷啊 张嘴就是说功勋贵族,清朝的康熙朝重臣 不对,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所以说咱们在这儿啊,得能分清楚 费阳谷这个名字的意思啊 我想在满洲话里啊,一定是好话 一定啊,是这个一非常吉祥如意的意思 因为啊,我知道很多位大臣呢,都叫费阳谷 那惹定啊,知名的就这么多呀 那不知名的还得有好些个呢,不是 所以说呢,这个青史爱好者呀 这地儿啊,可能有点绕脖子 我还希望大伙儿啊,能分清楚喽 这乌拉纳拉氏,选秀啊,肯定跟咱们原来讲的那些个妃子不一样 他不是通过这个一年一次的内务府选秀进的宫 他肯定是啊,通过这个每三年一次的八起选秀进的宫 和这个内务府选秀不一样 内务府选秀啊,他主要选的是这个皇家的侍女 这八起选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充斥后宫 选来的女子啊,就是给皇帝以及宗使的这些男子们充作妻妾的 这那拉氏进宫以后啊,直接就被康熙皇帝指婚给了皇四子印真 作为这个印真的嫡妇进 哥这个汉族话呀,叫正妻 那一年啊,是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 乌拉纳拉氏啊,十岁 这次阿个印真呢,十三岁 这可真算得上啊,是爪劲夫妻了 有的文章当中说呀,这个乌拉纳拉氏是雍正皇帝的挚爱 是白月光 其实啊,要是让我说呀,这么评价乌拉纳拉氏啊 还不如说,这乌拉纳拉氏是雍正皇帝的贤内助 雍正皇帝他自己就说,皇后纳拉氏被蒙慈爱刻以孝称 左朕内政经四十载,温公使本户至成 这句话的好理解啊,他的意思是说啊 这皇后纳拉氏啊,从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个厚道贤惠的人 并且呀,他是有始有终 就这样啊,克勤克俭的就过了四十年直到死 雍正皇帝在声索权马上的追求啊,很一般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他的爱好呢,也无非登基以后啊,对于艺术上有些追求 所以说呢,在雍正朝一些官造 例如说这个瓷器、法郎器啊 和一些这个内服特供的物品啊 都非常的精细 艺术气息都比较浓不俗啊 所以说呢,就雍正皇帝这种性格呀 在男女的爱情方面 他也不会特别的淋漓尽致的表达 但是我们还能看出来 他跟皇后两个人啊,还是互敬互爱的 他这一生啊,只有这么一位正妻 也就是说他只策立过一位皇后 雍正九年皇后驾崩的时候 这皇后五十一岁 这皇帝呢五十三岁左右 自此以后啊 这皇帝就再也没有立过其他人为皇后 当然了,雍正的在位时间比较短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驾崩 这里边啊,他肯定也有还没来得及再策立皇后的因素 那么发生在孝敬皇后身上的谜团在哪呢 也就说他身上有哪一点疑案呢 哎,就是这么好的夫妻两口子 孝敬皇后崩世以后 这雍正皇帝竟然没参加皇后的葬礼 你看人家康熙皇帝对他死去的皇后都是什么样 都是啊,亲自过目庄恋 然后呢,这个时时祭酒 可是雍正皇帝和他爸爸的做法这完全不一样 雍正九年的九月二十九日 这纳拉市皇后驾崩于直立顺天府 京师畅春园 有人说这雍正皇帝怕皇后死在光中 这样啊,就会给紫禁城带来不吉利 所以说呢,才把这病重的皇后移到了畅春园 其实这话听着呀,就有点没缝下屈的意思了 您看这是什么日子呀 九月二十九号,那会儿啊,正是热天气 这皇帝是怕这皇后啊,在宫里住着热 所以说呢,才把这皇后安排到了畅春园 意在啊,是避暑 再者了呢,这会儿啊,虽然皇后是病着 但是皇后的病啊,应该已经是渐轻了 但是皇上啊,他不知道这是回光返照 哎,皇后到了畅春园之后啊,没几天就崩市了 按说这皇帝啊,应该在皇后倒头这天 就是九月二十日,应该亲临寒恋皇后 可是就当这皇帝要发嫁畅春园的时候 这礼部大臣出来劝阻了 礼部大臣是说呀,这破例 以明代会典大型皇后葬礼事宜 皇上啊,无需亲自祭奠皇后 改由皇子,也就是当时啊 已经成年的皇四子红历和皇五子红昼 朝夕即见的仪式待之 若于即期,照例遣官至即 扶起庭旨,亲王 哎,奇怪就奇怪在啊 这雍正皇帝他竟然同意了 真就没去 我发现很多博主啊 他习惯断章取义 他为了博眼球,为了赚精彩嘛 他们的文章啊,到这就结束了 并没交代这雍正皇帝 为什么不参加皇后娘娘的葬礼 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啊 这雍正皇帝和这个皇后娘娘啊 看似夫妻恩爱 实际上在心理上啊 还有什么这个障碍 还有什么坎儿 互相还有什么芥蒂 实际上这雍正皇帝 在大型皇后崩世以后 就发出过名旨 这个旨意里边啊 对为什么不去参加皇后的葬礼 写的非常清楚 雍正皇帝的原旨如下 一切国家公开祭奠皇后的典礼仪式 朕本于亲王 以斩悲怀 乃自上年以来 朕公身体为何 若有亲临藏祀 不但往来电缀之间 外劳行害而触景生悲 更致内伤心气 况目前君勿谨要一切基于 甚费筹划 皇上意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说这皇后大丧 这些典礼仪式啊 朕本应该亲自去 这么一来呢 才能缓解啊 这朕对皇后的哀思 可是不行啊 我身体啊 实在是不好 已经53岁了 要是去参加葬礼 一看这皇后的遗体啊 不免会触境生情 况且啊 现在啊 国家正遇上大事 正是西北用兵 关键的要紧时刻 所以说呢 这一切军国要物 还得真一体筹划 朕不能病倒啊 所以说这一切的葬礼仪 这一夜才依照明朝礼仪办 朕呢 就不见这皇后最后一面了 这作为丈夫啊 可能有些不通情理 但是啊 我们想如果作为一国之君 又正赶上了西北用兵的国家大事 所以说呀 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要说起来 这孝敬皇后身上啊 还有一件事情啊 是比较出奇的 这皇后啊 一生只生下了一个孩子 就是在康熙三十六年的三月 给当时还没有任何风诀的四皇子印针 生下了一位小阿哥 这位阿哥呀 叫洪辉 转过年来 雍正三十七年的三月 这雍正皇帝才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爵位 就是多罗贝勒 不过很不幸啊 这没过几年 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的六月 洪辉就不幸过世了 那年呀 这洪辉只有八岁 关于这洪辉啊 咱们下文书啊 还会聊 咱们就说这个孝敬皇后 这孝敬皇后自洪辉死了以后 哎 奇了怪了 就再也没有生育过 其实这就很奇怪了 要么他不生 要么呢 他也不能就只生一个嘛 对吧 您说 这会儿啊 就有人分析了 那说这个雍正皇帝和孝敬皇后 这两个人啊 之所以子嗣不忘 那完全是因为这两个人啊 是近亲 那这是怎么个近亲呢 因为这孝敬皇后啊 他的妈妈是宗氏 是谁的后人呢 是这努尔哈士长子楚英的后代 所以说这孝敬皇后身上啊 有这个爱心觉罗家族的基因 这两个人啊 这就不容易受孕 即便受孕呢 这个生出的孩子质量也不会很高 当然了 这是现代医学的解释 两口子之间啊 不生孩子的问题多了 哎 不管是感情好还是不好 都有可能 所以说呀 这个咱们也就知道 这一个细节就行了 没必要深究这件事情 今天呢 这孝敬皇后的故事 咱们算讲完了 其实怎么说呢 这孝敬皇后身上啊 她确实有一点点的小谜团 但是总结一句话啊 不能说她和雍正皇帝之间的感情就不深 只不过呢 这作为一段帝王婚姻啊 这段婚姻很平和而已 就是夫妻两口子 一位是皇帝 一位是皇后 各司其职 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呀 干得都非常出色而已 得嘞 我是啊 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最后啊 我祝您 硬硬烂烂的 咱们一同啊 迎福纳祥是准备过年 拜拜